我是不是也可以延续这些先辈们对于教育的关心 这些祖辈的心意来做一点什么 陶德友先生祖籍新州 2013年起 以书增祖父清代进食陶岳波的名字 设立了陶岳波家乡子女爱心奖学金 每年为家乡考上大学的青年学子 颁发奖学金 既往年轻一代 学有所成 建设家乡 我们的陶先生现在还在台湾 没能够赶来现场 我们现在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把他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好的 陶先生您好 我们通过刚才的短片知道 您是设立了一个爱心奖学金 已经有十年了 资助了很多的学生 那么您自己知道 您一共资助了多少学生吗 这十年来呢 大概我们资助过的学生 有150位学生 好的 那现场呢 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您的老朋友 来 我们有请 李先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您能看出来他是谁吗 2013年 2013年 陶德友先生 从台湾来到大陆 找到了他的家乡 在仓部 徐元前公馆 看到了他的祖父的照片 在公馆里面展示 这时候他就问 这一张照片的来源 就学校告诉我 这个照片就在我手上 这样陶先生就到了我们家 在家里面 我就把这一本 私立正元学校 三周年的一个纪念特刊 拿给他看 在那个校刊上面 有很多我祖父的事迹 他是当时的常务董事 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 后来我就成立了 这个新周二中的这个奖学金 就从2013年的8月份开始 第一届一直坚持到 2022年的第十届 尽管这个中间有几年 他回不来 但是呢 他还是委托在大陆的亲人 朋友 包括我 都在这个三年之中 都是他从台湾 把这些专政书印好 甚至他就在台湾呢 换成人民币 装好信封里面 从台湾寄过来 这个也是我很感动 武汉市新周二中校园里的 徐公馆和正元中学旧址 至今仍然是激励学子成长的书香宝藏 长空之风浪浪 五湖之水苍苍 五小微微一粒苍兮之旁 复兴中华 担在五柴肩上 自五同学人几几来自四方 正元孝哥 仿佛仍在新周二中校园内 回响 时至今日 这里既是一方文脉书香的写照 也是海外游子 醒亲寻根的精神向导 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 来自新周二中的年轻老师 郑琪 有请郑琪 郑琪您好 大家好 好 给我们桃先生 桃先生您好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是第一届 桃月波奖学金的获得者 我叫郑琪 我现在是新周二中的一名英语老师 然后非常感谢您 谢谢您 好 这是一个特别感人的 关于传承的故事啊 郑琪呢曾经拿到过第一届的奖学金 在这个奖学金的几率之下 和帮助之下呢 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现在又回到这个地方 当一名老师 是这样吗 当时在颁奖仪式上的时候 我就想当面感谢一下桃先生 但是桃先生当时因为行程问题不能来 我当时非常激动 也非常想对于新周的教育事业 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在毕业的时候 我们是有选择的 然后我知道能够回到新周二中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到了新周 希望能传承这一份教育 在二中支教的时候 每一次可以路过徐元泉公馆和正元学校 每一次路过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像徐元泉啊 陶德友这样的一代一代 关注家乡教育事业 新系国家教育事业 我就觉得自己也能为 这天砖加瓦非常感到荣幸 然后也能一代代的传承 接力下去 一两个礼拜以后 也会回去武汉跟新周 到时候我会跟郑老师聚一聚 看看我们有没有可以更进一步 对家乡的教育有所帮助 通过陶先生啊 还有郑琪呢 我们切实地体会到 两岸血浓于水的这样一种感情 两岸同根的枝繁叶茂的大树 在代代传承的手中 正在成为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